清冠一号的公费对象从9月15号开始限苏之后引发不少争议 而现在适用对象又考虑要再增加 卫福部7号跟中医师公会等开会讨论 拟定清冠一号的公费对象可以再新增控制不良高血压 出血性或消化性溃疡还有精神疾病跟产妇这四类人 至于重症风险因子的项目也将扩大范围从宽认定 清冠一号的公费使用资格又要放宽了 卫福部跟中医师公会等在7号开会讨论之后 决定现有的三类对象之外可再纳入四类族持 包含有控制不良高血压出血性或消化性溃疡 精神疾病患者以及产妇 确准后想服用清冠一号不用再自行掏钱购买 昨天开放的是没有考虑到奢税以下的儿童 每一个都是安全性很高的药 也是我们中医师常开的药 看能不能也是可以开放奢税以下 给民众一个最大的一个方便 而原本清症确诊者需具备16项重症风险因子 才适用公费清冠一号 接下来重症因子的项目 沿拟扩大纳入过敏性鼻炎 异味性皮肤炎 气喘 病毒性肝炎 脂肪肝 高血脂 高尿酸 还有癫痫 确诊者如果具备这几项条件也都能从宽认定 而本土疫情已走上高原期民众用药需求恐怕会增加 因此中医师团体也呼吁中央尽快拍板订案 让更多确认者能使用清冠一号减轻负担 最终不到 国庆廉假第一天南部永县出游人潮 屏东东流线码头一大早登船处就已经挤满游客 航运业者也表示光是早上八点就在了八百多名旅客登岛 订票的情况比以往廉价还要多人 而在通往墾丁的台义线道路为了因应南下车潮 原警也实施了调拨车道来疏导交通 国庆廉假第一天一大早东流线码头就非常热闹 游客一团接一团 我从台东观光行程嘛就一些网美景点 台中 这一团几个人要过去 16个都在小琉球 好好放松一下 会不会担心这几天就是天气比较凉 不会不会的 凉才好才不会太热 天气逐渐转凉这时去小琉球刚刚好 码头被塞爆游客提着行李排队登船 其中这一团约了三十几人都是要去潜水 去玩水吧 对 潜水看看 看起来人还蛮多的 我们在八点钟之前就已经载了八百多的旅客登岛了 依据目前订票的状况 这个国庆日的订票率比往年都还要高 疫情趋缓民众出游意愿提高 小琉球岛上到处都是游客 麻花卷买到缺货 而在通往墾丁的台一线水底辽五叉路口 为了因应南下车潮实施调拨车道 水底辽五叉路口早上在八点的时候 车流已经来到了每小时两千一百余样式 那本分局提前因应于八点七分的时候 开始实施南下掉坡车道 连线各重要路段规划快速交通输导部队 远景现场指挥输道车流还算顺畅 民众开心出游准备嗨翻这个廉价 记得出示威屏洞报道 嘉义旧监狱7号连续举办三天免费体验活动 民众可以换上囚犯服坐在设防里体验被囚禁的感受 而嘉义监狱表示报名虽然额满 但是有一些报名的民众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 所以想体验的民众还是可以碰碰运气到现场报名 大声含有民众进入设防体验穷尽感受 不只可以体验受刑人还可以扮演监所管理员 今天就之前没有种种种的没有机会有种种种 然后就觉得监狱里面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想出来的事情体验看看 体验活动位于嘉义旧监狱首度开放民众免费报名 线上网路报名短短几天 15T次225名体验全额秒杀 这是嘉义旧监狱百年以来第一次所开放的一个体验 所谓的体验是指能够进到设防里面 而设防里面是真的有所谓的床铺枕头 还有它的灌洗用品 监狱体验总共有设防监禁体验等四大主题 让民众在体验吃牢饭的感觉后 也能平安开心回家吃晚饭 记者蔡宠吴嘉义报道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了 苗栗桃乌香有大闸蟹养殖场 利用明德水库水源头的水源养成了大闸蟹 10月8号上市开卖 而老板希望打造成平民美食 所以价格十年来都没有变 时间到掀开蒸笼 一只只肥美的大闸蟹 用院里特产令草绳绑住清蒸 提味又锁住鲜美 是许多消费者认定的招牌 让人垂涎 用力搬开来饱满蟹黄 让人惊呼 赶紧吃上一口 非常的美味 很可口 好吃哦 先吃现麻烦吗 老板也教你怎么吃 中间把它剪下去 把它剪下去 然后呢你就挖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 苗栗桃乌有养殖场 利用明德水库水源头水源 今年放养三万多只 存活率三成到三成五之间 后面第二只脚 你看这太软了 对不起 要把它放回去 确定大闸蟹养成 10月8号上市 要变成贵族美食 要变成贵族美食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 我们的价钱 十年来都不涨 今年来物价飞涨 养殖场仍维持 十年前成立之初的 价格不变 希望大闸蟹成为贵族美食 记者张新杰 苗栗报导